赤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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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好 我今天要試駕 我不太熟悉的商用車 這應該是我試車生涯裡面 有史以來 算是前幾名難講的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 Hino 300 那为什么要特别去试这一台呢 因为在9月吧 9月不知道几号 应该是4号还是5号 有过了一个法规 以往你的四小课的驾照 你只能驾驶3.49吨以下的商用车 但是现在放宽限制 放宽到5吨以下 但是呢 车长必须小于6米 所以呢 这个对有一些商用需求 你要做老板要载货 有这个物流上的需求 变成是 你要驾驶超过3.5吨 你就不用再去考货车驾照 这个对这些司机大哥们 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 那其实呢 我自己也有点感觉 因为像我们之前 在卡丁比赛的时候 我们那个祭司啊 因为我们都是很克难的 他就买一部这种 所谓3.49吨的商用车 然后把旁边围起来 那围起来之后呢 就把卡丁车立起来 就很像那个骨牌一样 把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立在上面 这样子放宽限制之后呢 他如果升级到这种 5吨以下的商用车 变成是他一趟可以载的 卡丁车就变多了 他的每一趟的成本 应该可以大幅的降低 好我们先来看哦 在台湾Hino 300 其实现在有 自排跟手排可以选择 自排跟手排的价差呢 约莫在4万块 今天驾驶的是 Hino 300型号是 640的自排 它有分三种长度 比如说你如果是买到600的话 它的车长是4米7 我们今天试驾的是640 所以车长来到了5155 差不多跟S-Class一样长 那如果说你还想要更大的空间 你可以买到650 它的车长来到了5965 低于6米 你的自小克的驾照 一样是可以驾驶这部车的 在售价部分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600是142万 142万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640 售价是143万 650的话售价再加2万 来到145万 这个价格呢 你买到的规格是 后面就是最基本的后抖 三边把它围起来 那你可以但用手动的方式可以把它下降 后抖的选择上 其实有几种规格 比如说你如果是要带这种所谓的冷冻啦 冷藏的物品 那后面会有相似 相似里面还带有所谓的冰箱 让你的食品啊冷冻的东西啊 可以放在里面有这个冷藏的效果 这个费用呢是看你需求 它价格约莫在16到20几万 在你们买车的时候可以自己去选择最符合你要的 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推出之后的一些在规格上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呢在车头部分 两旁的后视镜它加宽了 再加上因为它的上下的两片后视镜呢 都有做一些突进的这种设计 可以让它的可视范围更大 另外就是在后大梁的部分也有加厚 那加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它的载重能力 载重能力越变大了嘛 所以得要加厚 它才有办法去做一个支撑 扭力的部分哦 引擎在这个车头的正下方 它的扭力呢从43.7升级到了44.9 所以扭力稍微有升级 那再来就是发电机 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从12伏变成24伏 因为后斗加大 所以假设你有装这个所谓冷冻功能 输入的电压也要比较大 所以它把发电机的功率也升级了 还有在后斗 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加宽到2070 这个是在规格上的一些改变 给司机大哥们来做一个参考 商用车 我们讲大灯好了 大灯是应该都卤素的 也没有什么HID LED都没有 那车头这个呢应该是拖车勾 因为引擎摆在座椅下方的关系 所以让它的车头变成比较短 还有一个因为你的自小克开放到了可以驾驶5吨 在安全法规上有做了两个调整 第一个一定要装这个360度的环景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后视镜的两侧 支架上面有没有看到有个镜头 那个镜头会呈现在内装的一个大概7寸或8寸的萤幕上 车头这边有没有看到装在这个前挡的里面也有一颗镜头 这个是雷达 所以你在前后移动车的时候它一样会嗶嗶叫给你听 这个是强制加装哦 是法规的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因为现在的家用车 自用车不管SUV房车先备车 你看那个什么Colpilot 360等等 这些主安自动跟车自动煞停 我认为其实也要upgrade到所谓的商用车 毕竟这些商用车的司机大哥们 他们开车的时间都应该都比我们 这种家用的要长很多 所以我认为商用车的法规主安的配备 法规应该也要跟上才对 在车测还有一个强制加装 这个是防卷入的一个装置 防止有些移动物品被卷入车底下 这个是在强制加装的部分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车内 好我们来介绍车内的各项配备跟功能 我们先讲椅子 椅子可以手动前后调整 椅背也可以 也可以做一些倾导 这可以针对你的身形来做一些微调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六速的自排 所以在这边排档杆上面 我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的 你看PRND4 然后排档旁边还有一个OD档 这个是方便你超车用的 叫overdrive 你按下去之后呢 理论上它会退一档 然后加速 让你有比较好的一个加速力道 方向盘上面呢有一个两幅式的设计 左边有一些功能 后方有两个拨杆 左边是方向灯 雾灯 大灯的开启 右边是雨刷 还有一个往下的 你看到这个符号 这个代表你往下的话 它会有所谓的气动刹车 你把它往下的话前方的灯会亮起 亮起的时候呢 当你在回油 甚至要踩刹车的时候呢 它会透过回压的方式 去增加引擎的转速 也带动所谓的引擎刹车 它会增加你的刹车力道 但是呢 也同时会降低你的脚刹的那个刹车负担 好 前方的仪表板 中间是时速表 左边是转速表 3000转就到红线区 右边有一个彩色的液晶荧幕 这个液晶荧幕不错 但是上面有一些功能 各位司机大哥 如果你有第一次买这个车的话 可能有一些地方要注意 我们先看最右边 DPR 这个DPR呢 是因为它柴油 那为了要符合六期的环保法规 所以它有加尿素 去让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还有在这个整个排气的过程当中呢 空气可以更干净 这个按钮上面有个排气的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 在家用车款的柴油车 像我们之前试驾Toyota的海力士 它也有这个按钮 当前方的仪表板的这个灯亮的时候 就代表你的这个碳氯子过滤区 要开始做一个清理的这个动作 这样板上方这边有写哦 各位可以注意看 要让你的柴油微粒进化工程 当指示灯亮起的时候 你可以在行驶的距离是 750公里以内一定要赶快操作以下的动作 第一个将车辆停靠在安全位置 第二个拉紧手刹车 第三个自排车排入P档 手排车排入空档 让引擎保持在怠速运转 确认你的车辆周围没有易燃物质 按下这个所谓的GPR的这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直到闪烁灯停止闪烁 保持长辆的状态 记得在这个过程中都不要去提高转速 也不要去移动车辆直到该指示灯熄面 我们讲是讲这个所谓的氮氯子过滤器 它这边叫柴油微粒进化系统 OK Anyway 液晶萤幕上的DPR 它总共有10格 往右跑 比如说跑到第6格第7格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做进化的这个动作 你如果不做这个动作 当你那个坏掉的时候 你可能要修 可能就要修蛮多钱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注意 再来就是前方离标板 我跟你讲 因为它为了要符合欧盟6期的环保法规 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叫AD BLUE 这个AD BLUE呢 就是你的尿素是不是快用完了 它就跟油一样 右边F代表是满 左边最后一格是红色代表是快没了 所以如果说你开呀开呀开开 忽然发现说怎么越来越少的 你就要记得回原厂去加尿素 不然你的车子会坏掉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注意 中控台的上方我刚讲 为了法规它现在有强制 这种商用车 你一定要加装4个镜头 所以在这个萤幕上可以看到 有左后方的 右后方的 正前方的 还有正后方的 看起来画面其实还OK 但是解析度其实我认为 应该可以再更好一些 因为现在这种镜头其实都不贵 那我觉得十一大哥呢在长度驾驶 疲劳度增加的情况下 我认为提供更好的解析度 可以让它更清楚的判别 车子前后左右的障碍物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冷气呢没有恒温 就是最阳春的旋转功能 不过我刚刚试了一下 我没有开到最冷 其实它的冷度就非常够 而且风量是一段 另外这个椅背啊 掀下来还有一些 置物功能 这背架只有两个 左右各一个 那十一大哥有时候 可以量杯手摇杯 其实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认为 这背架可能应该多一些 掀开假设还有两个不就很棒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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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多了1公斤,44.9 馬力的部分是150匹 不過它的排氣量是4009cc 這個老實說我就不是很懂 如果有網友看了這個影片 可以在下面幫各位解釋一下 解釋什麼呢 為什麼4009cc只做到150匹 然後44.9公斤的扭力 我想表達的是說 為什麼在商用車上 是不是為了它的載重能力 或者是在起步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大排量來拖運這些 非常重的物品 要做物流的時候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大排量是為了這個嗎 商用車在市區的時候 打方向燈它這邊會有這個 內方的右方的鏡頭 可以輔助你在轉彎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什麼障礙物 行人、小朋友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自排方面當然比較方便 就讓它自己換檔 而且我覺得它在換1、2檔 在切換的時候 稍微有一些頓挫 不過這個頓挫呢 還沒有懸吊 帶給我的震動還要來的大 這個懸吊 這種葉片彈簧式的 它強調就是載重能力 而不是強調你的舒適性 所以這個沒辦法 然後在視野 假設你是剛入門的司機大哥 有物流運送的司機朋友們 你一定要善用這些 這個所謂的後視鏡 左跟右 右前方還有一個 這是看車頭的 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後視鏡 因為當我們在開這種 所謂商用車的時候 第一個 雖然你的坐姿非常高 但是呢 整個車頭到正前方 這邊的死角 其實你是看不到的 這看不到的情況下 就透過右前方的這個 非常凸的突進 來告訴你 你的車頭正前方的死角內 有沒有什麼障礙物 這個一定要善用 然後中間後方這個後視鏡 老實說我覺得有點小 我認為原廠應該大方一點 稍微加大一下 就是讓它的可視範圍變大 我認為安全性會提高 那另外呢 我還是要稍微強調一下 這幾年賣的新車 原則上會有什麼自動跟車 自動煞停 我當然不會說去期待說 在商用車可以一次跟上 加了什麼Honda Saint-Gina 加了Colpilot 360 這個當然會有一些難度 但是我認為 因為我們常看到一些 很多高速公路追撞的影片 是不是至少可以強制法規 來配上所謂的自動煞車輔助 在你時速可能一個區間以下 它只要偵測到你的前方的車輛 或者偵測到你前方的行人 或者是這些機車騎士們 你看台北市機車這麼多 在偵測到這些物體的時候 可以有自動煞車的功能 我認為其實這個非常的必要 大部分買這種車 都是為了要物流載貨 駕駛時間可能會是我們 這種一般家用車的駕駛 多出可能三到五倍 甚至更多的一個駕駛時間 講白一點 你換到的是一個疲勞度的增加 賺助力變低的情況下 是不是透過這些自動煞車的輔助 我相信就有機會 會幫助到很多的 事故的發生率可以降低 如果可以強制的話 其實是蠻好的 剩下這些我認為 其實就是好好用這部車 期待商用車的 安全配備的法規可以跟上 對台灣的用車環境 事故的發生率 其實都會有幫助 我們今天就試駕到這邊 下次見 拜拜